有台媒爆料林志玲的宴客名单中 竟然没有自己的出道恩师洪伟明 称林志玲起初并没有邀请洪伟明 在婚礼名单曝光后洪伟明相当生气 之后林志玲才联盟补发席帖给恩师 却遭到恩师的拒绝 经媒体证实 林志玲与黑泽良平将于11月17日 在台南第一美术馆补办婚礼 这次婚礼只宴请了12桌宾客 婚礼流程随后也被曝光 有祭祖籍狂欢派对环节 还有林志玲父亲手写的席帖也被曝出 看得出林志玲家人在婚礼细节上 还是偏向传统习俗 具体婚礼过程还是相当令人期待的 此外 14日已有媒体爆料林志玲婚礼 并没有邀请伴郎伴娘 只邀请了圈内部分好友 诸如蔡康永 小S 王力宏 黄博等人参加婚礼 从曝光的部分名单也能看出 受邀的圈内好友都跟林志玲有很深厚的交情 比如黄博和林志玲在13年就合作爱情电影 之后又几次在综艺节目中搭档 受邀参加婚礼并不让人意外 不过 15日有台媒却刊文爆料林志玲的艳客名单中 竟然没有自己的出道恩师洪伟明 爆料称林志玲起初并没有邀请恩师洪伟明参加婚礼 在婚礼名单曝光后令洪伟明相当生气 之后林志玲才联盟补发席帖给恩师 却遭到恩师的拒绝 有消息称正在气头上的洪伟明已经回应此事 在林志玲补救后依然决定缺席这场世纪婚礼 透露林志玲婚礼当天她有行程安排冲突 不会到场但会亲自打电话祝贺 洪伟明是知名时尚造型师 也是凯沃模特公司创始人 在圈内有时尚教父之称 林志玲模特出道就是靠洪伟明一手提拔才走红 洪伟明对林志玲也是相当重视加以栽培 曾公开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林志玲 说林志玲第二是侮辱人家 在林志玲被曝出闪婚消息后 恩师洪伟明也曾公开为爱徒送上祝福称待她 如同自己女儿般 今天林志玲密得良缘 替她感到开心 这次却因为之原因为宴请恩师赴宴 也确实让洪伟明有些心寒 虽说届时有电话祝贺 但不出席这场世纪婚礼也是一大遗憾 我说届时有电话祝贝